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记得里面有一段故事让人看了热血沸腾 那便是甲柳楼四十六有结义 随朝动乱之际以秦书宝 善雄性为核心的英雄好汉 烧香结败 然而历史上的瓦钢军 不仅没有甲柳楼结义 而且结局更加残酷 这里没有情义 只有利益 瓦钢军的创建者是东郡人宅让 宅让出身底层 当过法曹 曾空然崩击隋养帝的暴政 那时大隋正在开凿大运河 带着民众奔小康 他宅让却整天传播负能量 枪打出头鸟 宅让被判了死刑 幸亏玉立看出宅让是个英雄 放他一条生路 宅让感激涕灵哭着道 放了我 你自己可咋办啊 那狱卒反倒觉得烦说道 我看你是个大丈夫 有能力拯救生民性命 才冒死 助你逃脱 你走吧 不用管我了 宅让越狱跑到了瓦钢 瓦钢是黄河东南岸的一处山岗 与大运河的通济渠 永济渠河段相邻 地处交通要道 大业几年 宅让在瓦钢屯兵起事 将黄河两岸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宅让振臂一呼 他的同乡善雄近 和徐世纪先后率人来头 随后 山西的王伯当也慕名而来 这几支小规模的农民武装 很快在瓦钢 汇聚成一支上万人的军队 并攻打行羊 梁俊二俊 瓦钢军在当地劫富济贫 抢掠大运河上的公司船只 那是相当的沃尔什维主义 瓦钢英雄虽不如文学作品中 那样极富传奇色彩 但也个个堪称豪杰 徐世纪自冒功 是小说中 瓦钢军师徐茂公的原型 也是唐初名将 他投为瓦钢军师 只有17岁 年纪虽小 人家可好比是铜锣湾堂坝子 据徐世纪本身回忆 我年十二三 唯无赖贼 逢人则杀 十四五 唯难当贼 这位好汉年轻时不好好读书 反而把学堂前的一棵枣树砍下来 做了一杆长枪 名曰 寒谷白 锦枪刃就重打击时机 那名玉丽眉看走眼 宅账果然凭借各臣魅力 中文字幕后 徐范公司 后来 因为这位好汉年轻时 我对我们公交面 不停 多分 两个水分 一秒 同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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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是一次和平的权力交接 李密掌权后,自己兼职HR,招揽了不少人才 张虚图的部将秦琼,罗世信在投靠随将陪仁机后 又与陪仁机父子一同投降了李密 陪仁机的儿子裴行严也是一员猛将,人称万神敌 在小说中,他叫陪元庆,是两品三百斤银锤,是隋唐第三条好汉,还有武阳俊成的秘书魏征,原本专门为领导写公文,李密看他文采非然,就将其招道麾下,但是魏征为他献上计策,李密一概不用,他也绝对想不到,这个人日后会成为辅佐唐太宗的宰相 除此之外,一些自立山头的豪强也前来投靠瓦钢,如山东的陈咬基,陈咬基后来改名陈之杰,本是地方豪族出身,不是小说中所说的丝眼贩子 他的名字虽然暑气,却是正儿八经书香门帝出身,其父当过几周的大中正,相当于当地公务员的面试官 文学作品中,只会三板斧的混世魔王陈咬基,被推举为瓦钢寨首领,书其反随大旗和众兄弟干革命 事实上,程耀金并非瓦钢军的原始股东,人家创业时也没带他玩 起初,李密革命立场坚定,攻下星落舱,离洋舱几个国家粮舱,自隋文帝纪,隋朝就开始修建粮库,促存了大量粮食 据史书记载,有些粮舱一直到唐真关年间还没吃完,瓦钢军攻下这些国家粮舱后,开舱放粮,镇即灾民 百姓对瓦钢军感恩戴德,自愿跟随李密干革命 甚至连老人,妇女也背着孩童前来投奔 瓦钢军又扩充了二十多万新兵,成为当时最强大的一支起义军 可是李密膨胀了,李密得到风声,有人鼓动宅让夺回大军 宅让的哥哥甚至对他说,兄弟,皇帝应该由自己当,怎能送给别人 你如果做不了,就该我来做 宅让基层小利出身,确实没有称王称霸的野心 可从他将权利交给李密的那天即,下场就注定是悲剧 瓦钢军的权利游戏从来就没有兄弟情谊 大印十三年,瓦钢军与随家王世冲在洛阳附近对峙 李密还未攻入洛阳,就先对自己人举起了吐刀 李密摆下一场鸿门宴,请宅让和瓦钢军以众元老出席 在宴会上,李密命人砍死宅让 埋伏好的刀扶手,又将宅让的亲人心腹一一自杀 全场顿时大乱,就连徐世纪也受牵连 被刀扶手一刀砍在脖子上,身负重伤 幸亏,王不当及时阻止,徐世纪这才挽回一命 留下镇守李扬苍,表面上是个美差 其实是被李密疏远,远离瓦钢中枢 一场血清吐杀后,宅让一挡在一夜之间被肃清 其部下被分给徐世纪,善雄信和王不当统领 李密取得瓦钢军的绝对统治权 一场鸿门宴,兄弟情意不在 经他这么一折腾,瓦钢军的人心也就散了 从此 在他一直是在一起,他们被创作出特征的 空 字农刀网里面的时候 对于是一半的兄弟,毫无本音 准备门宴,我们被能担心 最大的奔合,才是一副 将冬刀网里面的神租 从此你被盖过来的 冬刀网里面的占捐 然后复兴围我们在一起 你看,占刀网里面的 但是最后,但是 就是空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反正王世聪此前被我们打败多次 也是手下败将不足为惧 李密一步错步步错 竟然立即与王世聪展开决战 历经洛阳城外的长期对峙 合同与文化及大军的殊死搏斗 瓦岗军早已是强奴之末 最终被王世聪击溃 瓦岗军就此走向覆灭 李密和众多瓦岗英雄四散奔逃 有的投靠礼堂 有的归王世聪 正当事人以为 瓦岗军兄弟情谊早已不在 徐世纪却让人刮目相看 瓦岗军溃灭时 留守黎阳的徐世纪继续履行职责 守住瓦岗最后的财产 一天 瓦岗军的老同志魏征前来拜访 当时魏征以随李密投降礼约 他劝说徐世纪降堂 徐世纪自然不是不明事理之人 随决定归降礼堂 但他声称 自己所占的土地都属于未公李密 我不能用救主的土地邀功情少 于是 他将当地的户口周线明禄 全部转交身在长安的李密 借由李密之手转交李渊 自己不要振和封赏 李渊听说此事 不由得称赞徐世纪是纯臣 封曹火公赐姓李 后来唐太宗即位未必会 徐世纪又改称李纪 投靠同属关隆集团的李渊后 李密以为可以得到重用 却只得到光禄勋这样一个虚职 光禄勋总领宫内事务 志位虽高 可就是个高级管家 脑恨的李密图谋东山再起 不料东窗事发 曾经的瓦钢军领袖最终死于非命 被唐朝的地方官斩杀 传守长安 李密死后 徐世纪又做了一件感人的事 他向李渊主动请求 为李密办丧事 李渊念他们军臣一场也就同意了 之后 徐世纪亲自穿上校服 将李密疯狂打造 这个旧主曾经将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可徐世纪似乎早已放下仇恨 反而是将君臣大义贯彻到底 武德三年 李世纪公婆洛阳击败王世冲 在王世冲仗下 效力的瓦钢旧将 单雄信被俘 单雄信曾在战场上 险些取下李世纪手机 这段经历给李世纪留下很深的心理阴影 他坚决要将单雄信处死 想当年 徐世纪和单雄信一同起兵 响应宅仗 视同生死 这段情意终身不忘 徐世纪当即跪下向李世纪求情 请他免善雄信一死 说为己用 可是君令如山 李世纪始终不同意 徐世纪声泪俱下 自知忠意难两全 只好到狱中看望固阵 并承诺一定会好好照顾善雄信的家人 临别之时 徐世纪用刀割下自己腿上一块肉 说自己并没有忘记当初的誓言 生死永绝 让我的血肉随胸掌入土 善雄信毫不迟疑 将这块肉吞下 康慨赴死 有这么一句老话 逆学《桃源三结义》 不学瓦钢义如香 文学作品中 瓦钢英雄最终 没能兑现同生共死的承诺 而是各奔东西 甚至自相残杀 现实也是如此 徐世纪对李密的忠 和对善雄信的义 是瓦钢军仅剩的最后一丝道义 即胜时期的瓦钢军 作用数十万大军 占据河南两仓 民心所向战无不胜 是最有希望取代随朝的势力之一 和那场宴会上的屠杀 却暴露了起义军内部 同闯异梦的乱局 再加上李密 在根本上犯下战略错误 这一只雄狮 终究烟消云散 革命尚未成功 千砍兄弟一道 古往今来 多少人在重复瓦钢军的悲剧 往事月千年 图有小说家言 让瓦钢军作为后世的英雄 永远活在故事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